谢谢舅舅教我粉丝专业和个人账号的灵活运用 不客气 小美 除了这个Facebook之外 你知道哪一个通讯软体的使用人数 在台湾也接近两千万人在使用吗 应该是每个人都在使用的LINE吧 答对了 在台湾几乎每一个拥有智慧型手机的人 都有安装LINE这个通讯软体 真的是畅行无阻的软体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客户的LINE账号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讯息一对一的传送给他 这是非常好用的行销工具哦 可是LINE要传送给好友讯息 要一个一个传 还是要成立群组 然后在群组里面传讯息呢 嗯 我先问你哦 你知道LINE的好友人数有上限吗 嗯 没有想过耶 我只知道可以一直加好友啊 诶 五千人 那和FB好友数量限制是一样的咯 对 以个人来说啊 感觉五千人好像很多 但是如果拿来做行销工具的话 你会希望好友的数量被限制在五千人吗 一定不会希望只有五千人啊 我希望可以上万人数十万人就像数十万粉丝团一样才有钱赚吧 是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有五千个好友 光是用LINE啊 把你的行销文案一个一个发送给每一个人啊 恐怕你发一天也发不完 甚至还会被LINE的官方账号给停权哦 什么 好可怜哦 一个一个发讯息已经够累人了 还会被LINE官方停权哦 嗯 为什么会被停权呢 因为LINE啊 它是一个通讯软体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用来彼此聊天沟通用的 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啊 大量一对一的去发送相同的文字内容 那官方呢 就会认为 你是在滥发广告讯息 一旦被它的系统侦测到啊 就可能被封锁 停权 账号就无法再使用了 严重的话呢 可能被永久停权 那你就只好再重新申请一个LINE的账号 原本的LINE好友全部都不见了 只能够重新来过 真的很麻烦哦 那如果成立一个群组 直接在群组里发讯息 就能一次让所有人看见讯息了 这个行销方法会不会比较好 如果大家都是彼此认识的朋友啊 这个群组才会比较容易管理 但是如果群里人呢 不受管控 任意去发送一些不适当的言论 或者是一些私人广告的讯息 那就会带来反效果 所以呢 群组大多是用来 彼此讨论事情的时候使用的 如果拿来做行销群发的讯息的话呢 还是一对一的发送会比较好哦 对了 要注意啊 市面上呢 有些不效业者 在贩售一种可以用LINE 大量一对一发送讯息的软体 他们声称呢 可以利用这个软体 自动大量加LINE的好友 而且可以在大量的发送广告讯息 给这些LINE的好友 这个都要非常小心哦 一旦你使用这类的软体来大量的发送广告 不但花了软体的钱 还遭到自己的账号被停权的后果 千万要注意啊 那到底要怎么用LINE来做行销比较好啊 那就要使用LINE的官方账号了哦 这是LINE公司呢 在2015年强力主打的LINE行销工具 可以去群发讯息给每一个LINE的好友哦 诶 太棒了吧 可以群发给每个好友 那怎么安装呢 就在手机的APP直接搜寻LINE官方账号 或是英文的LINE official 就可以找到了 直接安装在手机上就可以了哦 诶 那我赶快来安装一下 嗯 装好了 诶 我的手机有两个LINE的APP诶 诶 我有点混乱了 哈哈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呢 LINE的官方账号和LINE的个人账号 它是两个不同的APP LINE的官方账号呢 它就类似脸书的粉丝专业 它可以有多个LINE的个人账号进来当管理员 第二呢 LINE这个官方账号安装完之后呢 它并没有任何的好友 也不会把你的个人的LINE的好友同步过去 你必须自己去要求你的好友加入才会产生好友 就好像在脸书你去邀请好友去你的脸书的粉丝专业按赞的意思是相同的道理 你没有办法去强迫别人来夹你的好友哦 第三个呢 LINE的官方账号啊 它可以群发讯息给所有的好友 除非对方把你的官方账号封锁 否则呢 你群发讯息 所有的好友都会马上收到哦 不过呢 这个群发讯息啊 每个月有500折的限制 超过呢 就要收费咯 那第四个呢 LINE这个官方账号啊 它可以在好友一对一的聊天 如果有多个管理员的时候啊 彼此之间还可以看见是由哪一位管理员在回复讯息的哦 那第五个呢 有一对一的聊天和AI人工智慧自动回复讯息的功能 可以去降低手动回复讯息的人力成本 这个啊 就比较适合你的好友数 已经多到让你没有时间去经常一对一聊天的时候来使用 那第六个呢 不论你是个人或者是企业 你都能够使用LINE的官方账号 如果是企业的话呢 还可以去申请认证 通过审核的话呢 这个认证账号啊 就可以在LINE的搜寻好友的地方 被搜寻到了企业账号的名称 增加你的曝光率哦 那第七个呢 不论企业或个人的LINE官方账号啊 可以使用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哦 好 第八个 除了这个设定专属ID和群发功能可以超过500折要付费之外 其他功能完全都可以免费使用哦 还有第九个 它有集点卡和优惠券的功能 很适合用来维持好友的黏着度 避免那个好友封锁你的账号哦 那第十个呢 寻发讯息的内容啊 它可以包含文字、图片、影片、语音档、优惠券、问卷调查 种类很多样化吧 由于啊 这个LINE的使用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呢 不管个人、商家或企业 都纷纷的成立了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 并且把收集LINE的好友呢 当成了首要的工作 就好像啊 以前大家很疯狂的去收集 脸书的粉丝是一样的 可是收集LINE官方账号的好友 和收集FB粉丝数量有什么差别吗 一样都是沟通工具不是吗 有哦 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在于触及率 LINE这个官方账号啊 它可以把这个讯息呢 一次群发给所有的好友 但是脸书的粉丝专业啊 它没有群发讯息给所有粉丝的功能哦 哦 我懂了 这太重要了耶 对了 那接受LINE官方账号的用户 还需要安装LINE官方账号APP吗 不需要啊 只要用它的LINE个人账号 就能够加入成为LINE的官方账号的好友了 就好像脸书的个人账号 可以去脸书的粉丝专业 按赞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呢 有行销需求的商家 他才需要去安装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哦 LINE个人账号在短时间内 大量一对一发送相同的文字内容 会被认为在滥发广告讯息 会被封锁停权 手机APP 直接搜寻LINE官方账号 LINE Official 就可使用LINE官方账号来做行销 LINE官方账号群发讯息的内容 种类很多药化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